欢迎来到陶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华晨宇火星演唱会的六首新歌 筹备近三年 坚守八年票价不涨 提前一个月进场搭建 首周三场预售门票全播授庆 今日华晨宇2021火星演唱会释出全新内容 《重磅》推出2021火星演唱会宣传片 《火星密钥十四、零七》 令外界距离火星乐园更进一步 此宣传片以《逃离阴霾·奔赴理想世界》为主基调 聚焦总导演华晨宇切身所感的主视觉 借他的身心去经历、感受、想象 引领大家逃离废墟 走向火星乌托邦 将极致梦幻主义与美好人文情怀相融合 发人深思 走进理想火星新世界 代表着人类不断探索的好奇心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反观现实世界的幻灭与重生 则引领人们审视当下 探讨人与自然 人性乃至万物的关系 这也是除了之前透露过的 有吃、有喝、有玩、有音乐惊喜外 华晨宇又带给外界的又一份专属礼物 此外 火星演唱会还将延续以往 每场会唱歌的惯例 将带来六首原唱新歌首唱 持续蓄力期待值 《废墟之城》对撞春暖花开 绝境于希望交锋迸发火星力量 《1407》是总导演华晨宇生日的衍生概念 华晨宇个人相关的许多重磅信息 会在此时间发布 因此 《1407》早已被歌迷密切称之为火星时间 今年演唱会 《火星密钥》《1407》宣传片以此为名 更是华晨宇仪式感的最佳诠释 宣传片的开场是 科技感十足的特效场景 总导演华晨宇一路坚定走来 经过满目疮痍的废墟之地 与神秘牛头人对峙 随即神术现身 火星理想乐园雏形出现 当破碎的钢琴逐渐修复 手持橙色雨惨 站在巨型大象之前的 它与周遭一片黑暗的环境 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反差与视觉冲击 仿佛在预示着毁灭于新生的交叠 绝境于希望的交锋 直至闹钟响起 它从梦境中醒来 坐在床边思索片刻 终于自信笃定地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瞬间 花团紧簇 缤纷梦幻的火星理想乐园映入了眼帘 花路迅速向前扑开 总导演手持繁花立于乐园中央的画面 再次定格 揭引人们走进期盼已久的理想新世界 治愈力满分 短短一分半的宣传片故事性丰富 并细节满满 每一帧画面都是华晨宇 过往星点音乐作品的缩影 网友们纷纷拿起显微镜 找出关键信息点 荒芜废墟之中 希望降临点燃重生的号角 当有人直面斗牛的残酷 生命的对等力正在运异 道路尽头有神术 交接明暗孤傲而立 这个时空有代表着人类社会地位 两重极端的国王与乞丐相互纠缠 也有万花岩壁生长缓缓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知音者巨鹿正严阵以待 准备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而神秘浮现的与火星的孩子对话乐谱 悲伤落泪的巨像 都在张视着地球之炎的伤痛与残酷 火而钟声响起 半梦半醒时分 为万物复苏而作的 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 拉开火星之域的终极序幕 闹钟上的数字 十四零七 则正是今年火星演唱会下午场的开始时间 不少网友表示 光是这些画面就已经把期待值拉满了 此宣传片用废墟之城对撞春暖花开 反转冲击力与火星柔情同在 展现出了华晨宇内心深处的极致浪漫 而带领人们逃离阴霾 开展人鱼环境 人鱼动物等大爱课题的思考 在近两年特殊的现实背景之下 更显得非凡意义 华晨宇火星演唱会 六首新歌首唱引期待 极致梦幻乐园暗藏多重巧思 极致梦幻乐园暗藏深意 六首新歌首唱引爆无穷想象 从释出的宣传片来看 这场演唱会远不止人们在一起聊聊天 吃吃东西这么简单 这场逃离治愈之旅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无限浪漫的磁场之中 也将用音乐带来多重思考 作为90后实力音乐人 华晨宇正是凭借独特的音乐创作态度 和非凡的音乐格局 不断获得外界认可 创作中 他善于由小见大 曾将视角焦距浮游 巨鹿 斗牛 神术等独特的生命体 斗牛通过斗牛式与牛之间的关系 探讨生命的对等性 性向善 才是人类最后的骄傲和胜算 倡导人类敬畏生命 神术展现的末日感直击灵魂 拉开人与自然 人与环境的思考 或许地球不需要拯救 人类拯救环境 实际上是拯救自己 神术的双生单曲 降临对话自然 不弃希望 彰显了生命磅礴的力量 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 为战役而作 在大时代背景下 以独特视角抚慰惶恐 烟火气满满 地球之言一句句诉说着 关于地球的记忆 直面地球的创伤与苦痛 呼吁大家保护地球 爱惜家园 而火星三部曲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风人院与火星的孩子对话 则聚焦人类的情感浓度 暗含着一股温柔又坚定的力量 传达出火星独特的正向情感表达 华晨宇火星演唱会 六首新歌首唱引期待 极致梦幻乐园暗藏多重巧思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这场乐园式主题演唱会 在舞台、模式、演出时长等方面 全面升级 也不忘依旧延续新歌首唱传统 2018年火星演唱会 华晨宇首唱了 《寒鸭少年、降临、斗牛、新世界》 2019年火星演唱会 则首唱了 《好想爱这个世界》 风人院、七重人格、神术 2021演唱会 也将重磅带来六首新歌首唱 穿过废墟之城 共赴梦幻火星乐园 本次曝光的宣传片 犹如华晨宇本人幻想的火星世界 愿大家忘记一切烦恼 在新世界享受美好与快乐 一切阴霾都将是一场梦 火星演唱会才是超脱现实的狂欢 总导演华晨宇欢迎大家 到他所构建的火星乌托邦那里唱完 或在浪漫乐园里赢得温暖 或在视听盛宴之中获得思考 一场收获满满的治愈之旅即将启航 11月26日至28日 12月3日至5日 在海口长云环球100奇幻乐园 愿所有火星人都能拥有自己独特的沉浸式观言体验 这里是陶玉记 喜欢视频内容记得点赞订阅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订阅